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指出 2022年全国健康统计报告 总计有330万件死亡案例 其中因被新冠病毒感染 且最终死亡的病例 已经下降到18.6万例 远低于2021年的41.6万例 这明白显示出 mRNA新冠病毒疫苗 在防范大流行上 发挥出无比杰出的防护力 此外 新报告还指出 2022年全美前三大死因 依序是心脏病第一 死亡人数高达69.9万人 癌症排名第二 死亡60.7万人 以及用药过量致死意外 人数有21.8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 且不同于出现下滑的新冠死亡病例 前三大死因中的死亡人数 全部都比前一年增加许多 其中心脏病与癌症 已经连续第三年出现上升趋势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